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距离礼拜四 清晨两点钟 FED要宣布最新的利率政策 只剩下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好了 我们看到在昨天跟今天 整个大盘也是快速的 也毕竟只剩下几天的一个时间 那大家也在观望 到底联准会会端出什么样的一个菜色 升息三码还是升息四码 那今天我想也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数 我们看到昨天今天整个成交量 都萎缩到只有1500亿 1600亿的一个水准 我想这是非常正常 没有太大意外 明天亮也是持续回缩 因为大家都在等 你到底礼拜四的结果会是如何 那到底会是如何 当然今天也有很多的专家权威 都在做了一个讨论 那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我想对于升息三码 符合预期 那盘面已经前面先跌了一个情况之下 那后续会怎么走 我想今天也有很多专家权威告诉各位 我的看法所跟大家不同的是 有人认为如果升息四码 这比先前预期升息三码 还要来得更加的硬盘 还要来得更加的暴力 甚至于更加的激进 所以很多人认为一旦升息四码 那免不了大盘怎么样 要往下再下杀一波 甚至于当然就往下一杀下去 上个礼拜的这个低点 上个礼拜的这个低点 14397必然怎么样 必然会被跌破 14397必然会被跌破 那一旦跌破又是破底了 那一旦是破底 那是不是就要往下去寻求 13928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甚至于连13928都守不住 那换句话说 那新一波的跌血就启动 那对于这个部分 当然其他的专家权威所说的 我们都给予尊重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 我说过了 确实当你现在市场上 这么有一个所谓的恐慌心态的情况之下 一旦升息的幅度又高于一级 盘面出现一幅大的一个震荡 我想这在所难免 没有错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纵使 升息四马 纵使 前面的14397 又甚至于是13928 就算被跌破 就算被跌破 我认为都会形成所谓的利空处境 这样的机会会非常的一个大 所以纵使 因为升息的幅度高于一级 出现了一波下沙的一个过程 那也是往下找买点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的 确实升息四马是非常激进的 我想已经有几十年 没有看到联准会这样升息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恐慌心态 第一个 会把一些所谓的筹码 做进一步的一个清洗 第二个 最坏的情况 不也就出现在这个时刻吗 对不对 我先前也跟各位讲过了 当然现在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包含像延调机构的 像包含像高盛 他就认为到今年年底以前 整个联准会的一个利率目标 这个联邦利率的目标 会拉升到4.3 4.25 但是依目前联准会的官员所来看的 我们所听到最鹰派的是4% 好 那不管是高盛讲的4.25也好 是这些联准会目前所公布出来 最鹰派的讲法4%也好 我请问各位 一旦 一旦 升息4% 3%我就不讲 因为大家都讲说那是符合预期 那都是好事 我个人也觉得这是好事 所不同的是 我说过如果升息4% 联邦利率从2.5拉到3.5 这到底会不会是一个 另一波的一个起跌 我这样说 都已经联邦利率拉到3.5了 你纵使是目前像高盛所讲的 年底以前联邦利率要拉到4.25 3.5距离4.25剩多少 剩3 可是这个剩3 到年底以前联准会还要开两次会 11月1号2号 另外 12月的13号14号 他还要开两次会 那你这两次会 假设4.25好了 你不要说4 就说4.25好了 你再升3 你再升3 要不 你11月升3 12月不升 对不对 那你要不 你12月升1 11月升2 那你不管是升1 升2 升3 会不会再出现4码的细码 不会啊 换句话 这个4码 是不是叫做一个到顶的 一个所谓的最激进的情况就出现了 你后面再怎么样升 你都不会比4码来得更大 甚至于连3码都不太容易出现 因为我说过了 你纵使现在高圣所讲的 人家联准会也没有讲说要升到4.25 我是高圣自己讲的 那我就纵使让高圣讲重好了 那也不过就升3码的空间 你两次要升3码 你认为他会怎么升 那如果9月就到顶了 他最激进的升息的一个状况 就到9月到顶 那接着下来缓和下来 那你认为9月打下来 当礼拜四假设一公布出来 不符合大家的预期 让大家又出现惊吓 结果行情打下 你认为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说过我喜欢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有些时候你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你有不同的想法 你自然你的做法 就不会跟市场多数人走一样的路线 因为我说过了 市场多数人他绝对不可能是赢家 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要寻求另类的思考 也就是所谓的赢家的一个思维模式 就好比说 现在大家看到美元升值 对不对 台币不断的贬值 好事坏事 现在一定告诉你 新台币贬值 外资一定会卖 是不是事实 是啊 但是这个事实 我不是在两个月前就告诉你 当时六月七月 林准会连续两个月升息三码 我就告诉你 哇不得了 人家已经联邦利率 对不对 已经升了十码 因为一月升一码 三月升一码 接了下来的五月升两码 六月七月各升三码 所以加起来已经升了十码 而我们央行三月升一码 六月升半码 人家升十码 我们升一码半 所以人家利率拉到2.5的码 还在1.5 那如果现在九月 人家再升三码 到目前为止 大家也在预估 央行绝对不可能升三码 他连一码都不太敢升了 不要讲说升三码 那如果他又升半码 人家的利率已经到三点多了 我们还在哪里 我们还在1.625 人家利率我们的两倍 当时我是不是就讲过了 所以你说现在台币贬值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当时就预估 这不都讲在前面的吗 那现在很多人 把这个思维利空的时候 我反而来告诉各位 你换一个角度 想这未必那么糟 第一个 你新台币大幅的一个贬值之后 短线上 现在即将要公布第三季的一个季报 有没有 马上9月就要结束 9月结束之后 第三季就要开始公布财报了 那我请问各位 当8月份开始台币强烈的一个贬值 美元强力的升值 会出现什么 是会出现汇兑收益 会出现在哪里 会出现在季报上面 那如果季报会出现汇兑收益 而且这个幅度这么大 我想在整个汇兑收益上面 一定不会小数目 你认为这是利空还是利多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台币贬值有利出口 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对不对 那除此之外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这到目前为止我们是站在台币的立场 如果说我们是站在美元的立场 我说过美元强力的升值代表什么 代表美元变大了 这个逻辑应该不用我多解释 当美元变大了以后 你想想看老美 老美是不是很依赖进口 是不是很依赖进口 你光是看它的经常账是一个收支 逆差还是一个顺差 你就知道了 我们这样说好了 我们对美国 我们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 是顺差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一个贸易是逆差还是顺差 还是顺差 韩国对美国 日本对美国 我告诉各位全部都是顺差 既然世界几乎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都是呈现顺差 那就代表怎么样 美国对各国的贸易都是呈现逆差 逆差代表什么 我进口多 我出口少 这个逻辑应该很简单 不用我再多解释什么 对不对 那这告诉你什么 这告诉你美国人习惯用进口的东西 好那重点来了 如果美国人习惯用进口的东西 我现在美元变大了 是不是相较我美国的我买东西变便宜了 对不对 那买东西变便宜了 这就是重点了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不就是通膨的问题降不下来吗 联准会要这么暴力升息 这样的激进的升息 不也是因为要打通膨吗 那美元会升成这个样子 不也是因为联准会强烈的升息 因为通膨高强烈升息所造成的吗 那如果说现在美元的一个强势 反而让物价变便宜了 相形之下 因为我是进口 我美元变大了 所以换句话说从8月底开始 美元强力升取这样的效应会在9月10月 陆陆续续的显现 所以换句话说8月CPI即变 当时出现了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 出现了一个往上增加 可是我认为9月就会下来 就因为美元变大 我不敢讲下来很多 但是你说再出现像8月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这样的几率就不大 那如果说9月的通膨率CPI 不会像8月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意外的一个状况 甚至于接下来9月10会 然后慢慢的降下来的话 那我请问各位 联准会在今年 如果说在连同9月的 不管三码也好四码也好 你给它算下去的话 今年已经升了13码14码了 你认为它后面在激进升息的 一个几率会有多大 所以我怎么看 当然我不敢讲说它不可能升四码 我不敢讲这种话 但是我说过纵使升息四码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升息四码 就是一个天大的利空的时候 我反而告诉各位 是利空没错 可是短线上反而形成利空出境 所以纵使打下来也少买点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认为整个大环境 我大概就做这个补充 但是我还是这么告诉各位 在这样的一个上下震荡的过程里面 其实大盘涨也好 跌也好 是牛市也好 是熊市也好 其实大家都很在意这个 其实我更在意的是什么 盘面上有什么赚钱的结果 我要怎么样能够规避盘面的风险 我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 不管熊市也好 牛市也好 我能够真正赚到钱 这个远比说今天指数涨200点 又或者今天跌200点 我想要来的重要很多 那到底 为什么 其他的会比指数的涨跌会更重要 我们稍后会来继续再聊 欢迎回来的现场 我想从过去到现在 我一直告诉各位 指数涨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甚至于什么牛市 什么熊市 坦白讲也没有那么重要 因为牛市里面会有跌的股票 熊市里面难道不也会有涨的股票吗 你是做期货还是做股票的 你做期货当然另当别论 你在意的是指数涨跌 如果你是做股票的 今天指数涨或跌 跟你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吗 我这样说我常讲的嘛 今年大盘跌了多少 从高点到低点总共跌了4600多点 将近4700点 严格讲起来4691点 再跌掉4691点 如果你是重视指数 你会认为这样的行情 绝对是没有办法赚钱 跌掉4000多点还能够赚钱 但事实是如此吗 你今天是我的会员 我说会员都在看 我也不能随便乱讲 你今天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从以前看到现在 我的讲法有没有任何的改变 你们都知道我3月份 3月底 3月30号 当时指数在17770点的时候 我出清所有的电子股 从那之后 从4月份开始 我就全力锁定升级 对不对 从一开始的瑞基 当时120块附近买进 后来一路涨到189 那接着下来的 对不对 当然5月份还有一档 除了瑞基还有一档保林附近 也是大概在110附近买进 短短一个礼拜不到 两个礼拜不到的时间 就供到了170几块 也是短短时间都累积了 五成六成以上的一个场 接着下来的7月 接着下来的5月 药华药也好 保瑞也好 易得7月之星 我想这一路走过来 生计股造就了多少的标股 药华药从三字头 我们都不要去算说 我们来回做的几趟 你就算我第一次买进 最后你从头报到尾 报到622块 你这样想 333涨到622 有没有涨超过五成 有没有涨超过七成 接近八成 保瑞 我在带你买进的时候 才210块钱 200出头 后来涨到357块 纵使最近在震荡在整理 也是300多块的股价 那我请问各位 200多块涨到300多块 有没有出现标股 有没有大涨超过五成 甚至于六成七成 更不要讲其他的 猛张飞25块涨到45块 7月之星 你看到今天都还有人在讲 因为明天到底会不会解盲 不知道 因为公司派没有很明确的说 但重点 这档股票我从100出头 还不到110块钱 我就在节目里面介绍给大家 甚至也让各位公开的把它带回去 100出头不好买 涨到现在最高 甚至于来到222 有没有涨超过一倍 所以有没有出现倍数的机会 有没有出现大涨 有没有出现标股 在生计股里面 我想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这不用我多讲什么 大盘跌掉4691点 你跟着我锁定这些股票 我请问各位 你是受伤等解套 还是大赚 特赚 我如果今年以来 有几个分析师敢像我这样子 说我的会员大赚 特赚 康涛期 熊市 跌掉4691点 可是我的会员 有没有大赚特赚 我说过我敢在这边讲 会员睁大了眼睛在看 张开眼睛 这耳朵都弄得大大的在听 我能够随便乱讲 所以这印证了什么事情 这印证了 整个指数的涨跌 根本没有关系 重点还是在于你怎么做 又或者我还是换一个角度说 当时我们在4月 开始切入生计股的时候 告诉你避开电子 着重在生计股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接受 那到现在 我只问各位 你每天听那么多的节目 看那么多的节目 看那么多的专家权威 在发表他的意见 现在生计股是不是主流 你自己说 有哪一个不讲生计股 但是问题是我说 你往对的方向来趋劲 对大脑是好事 可是当你这个时候 再来讲生计股的时候 就说我现在大家最爱讲了 这档北极星就好 北极星你跟着买在100出头 不管涨上来你是180卖掉 200卖掉 222卖掉 不管你卖在哪个位置 你的成本在100出头 你有哪一个没有大赚5成8成的 你告诉我 甚至于涨倍数的都有 但是如果说你涨上来了 现在大家都在讲 北极星怎么样怎么样 你这样说好了 今天北极星是起的 可是今天收盘195 换句话说你买在200块以上的 北极星到现在全部都套牢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买在200块以上 你告诉我 我们看图说故事 这些量难道是假的吗 有没有人买在200块以上 还有大量 还有大量 所以大盘涨跌 跟个股强不强 其实都有绝对的关系吗 都没有 大盘跌你做对股票 你一样赚 会喷一倍的股票 你能买点错 你一样套了 这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印证什么 其实股票也好 大盘也好 那都是其次 重点是你要怎么做 你的策略是什么 就好比这一档股票 太茂 对不对 我二字头买进了股票 有没有 我这一天买进的 当时二字头 有没有 来 当时告诉你 去年还是亏损的公司 第一季0.02油亏转盈 等于顺益两平 到了第二季赚3.26 有没有 我这种本益比算起来 连五倍 甚至连四倍都不到的公司 他不喷 他不大涨 哪有天理 如果他不涨 他不喷 还有谁 有没有股票敢喷 所以当时二字头买进了股票 后来有没有 一口气涨到哪里 有没有一口气涨到四字头 你自己算一下二字头的股票 涨到四字头 你能不能大赚 那你说这样就够了吗 当然不够 在这一天 9月16号 就当他创下42.85的这一天 我在做什么 我说这一天量太大 有没有 这一天量太大 所以我们先大赚 出清一半持股 我那一天卖股票 会员都欢迎对时对价 会员都欢迎来看 这里面有没有任何一个字 是我随便乱讲 你看那一天高点在42.85 才短短两天的时间 昨天的低点已经来到34.3 礼拜五一天 再加上昨天礼拜一天 两天的时间你去算一下 42.85跌到34.3 这样跌到多少 跌到8块半 42块跌到8块半 跌了多少 跌了20% 跌了20% 就20%了 定义两天两期停办的意思 对不对 我卖掉以后 我没有避开这20%的下刹 重点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告诉什么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有没有告诉你 我还是看好泰孟 当时出掉分段操作是遵守纪律 重点是两天你已经累积了20%的一个跌幅 我也避开了这个修正 而且又累积了20%的跌幅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有没有告诉你 现在怎么样 又可以开始早买点把它买回来 今天怎么样 今天一大早 我们看到9.5分 一大早一开盘来 一开盘怎么样 一开盘在这里 一开盘在这里 有没有 当时还涨 当时还涨不到2%了 后来涨停板 你看 这是我们的操作 低档带你买的股票 喷高了 带你出一趟 避开了修正 拉大了你的获利空间之后 随时再买回来 继续再赚涨停板 这个就是我一直告诉各位 今年的操作难度非常的高 如果说你不能够像我们这样 很精准地掌握买点跟卖点 我今天纵使你 跟泰帽我难道没给你吗 难道在二字头说 我没有告诉你这张股票的爆发力吗 我请问各位你怎么做的 第一个你买了没有 第二个你买了多少 第三个在高档 你有没有像我们一样来回操作 这些难道不是攸关获利的一个关键吗 所以我说过 今年做股票 你做对做错差很多 该怎么样能够做对 该怎么样能够做对 我说过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选择找对的人做对的事情 如果你认同的 你认同的 我们的周周营会员 我今天开放五个名额 我开放五个名额让你来体验 什么叫做周周营 就是以周围单位 以周围单位 很快让你有赚钱的感觉 就叫周周营 认同的 我开放五个名额让你来体验 如果你有100万的 因为你要拿100万来做 才会看到效果 就五个名额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